即将于12月18日的小巨蛋举行演唱会的卢广仲 近日在台北召开卢广仲公蛋失事签收会活动 卢广仲依然保持原有风格 穿着短裤上台 手拿两只大锤要砸破 写有万人破蛋的大冰块 据悉在演唱会发票的第一天 便收掉了九成门票 如此好的成绩让原本担心的卢广仲 兴奋到午觉睡不着 下面也要毁掉吗 全部拆完就是吃卦冰了 我记得那时候是中午 然后我要睡午觉 然后我就睡不太早 对 对有点兴奋 此次演唱会还真是奇招多多 除了早晚歌一场 下午也有电影会之外 据说还会在摇滚区外围 设施环星跑道 准备来个惊险刺激的体能闯关障碍赛 上面会有点类似障碍赛之类的 可能有什么 要过河啊 拉绳索 我不知道可能会有 想不到花样还真是多 那不只是卢广仲要锻炼身体了 喜爱他的歌迷们 也要有强劲的体魄 才能从早到晚一直追随卢广仲的演唱会 Good morning, good night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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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味ê